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鲁格曼公司做了很多出色的设计 使得F6F完全能够在航空母舰上使用 其机身采用了全金属硬核式结构 表面为铝合金蒙皮 这些蒙皮采用的是平头卯丁卯杰 这样可以大胆降低机身外表面的阻力 对于战斗机高速飞行而言 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在防护方面 整机内防护装甲总重量为96公斤 包括驾驶舱周围的防护装甲 防弹玻璃 机油冷却器 油箱防护等部位 而机身的空重减减为4152千克 所以其防护装甲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 F6F地域帽战斗机 机头到驾驶舱的部位 有三度的像小倾斜 之所以这么设计 是为了给驾驶员提供更好的下方视野 我们之前在分析 F4有海盗式战斗机的时候 有说过海盗战斗机因为下方的视野太差 造成起降困难的情况 F6F地域帽战斗机的这个设计 大大的提升了驾驶员的视野 对于在舰艇上的起降来说 绝对是有利而无一害 为了在舰上安全的降落 其起落架采用的是液压技术 相对于F4F地域偏载的起落架来说 地域帽的起落架 又有更好的灵活性能及强度 还能成90度直角 向后折住机翼内 作为一款舰载机 这些配置犹如锦上添花 机翼方面采用的是低中单翼的设计 主意以最小的角度安装在机身上 几乎是水平安装的 这的好处是 可以将飞行的阻力减少到最低的水平 同时还能够获得更好的起飞胜利 低的翼面级为21平方米 翼展为13.06米 安装的位置比较靠下 另外能够站战斗机 在起落的时候更加的稳定 发动机方面 强是普魏公司的R2800双黄风引擎 这款引擎拥有2000匹的马力 在一个气杆被进入之后 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气杆运作 保持引擎的动力输出 保证战机秩序飞行 而引擎的安装位置 并不是沿着推力线的方向安装的 引擎的位置略低于推力线 因此机比的角度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向下三度偏移 形成了驾驶舱位移飞机最高点的 投变式机身的设计 这种方法 不仅给飞行员提供一个大的视角 它能够使引擎获得相当大的向下攻角 引擎的点火方式为 传统的火药启动 发动机 油冷气和冷却油箱 都安装在 由大量打满保护者的引擎罩内部 燃油通过机面前 安装在机体中部的 两个主油箱提供燃料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一个重量略低的油箱 安装在飞行员座椅后下方的位置 油箱均是最封闭油箱 这些油箱内的燃油 可以提供2462千米的最大航程 再加上 动力机构均有装甲保护 因此F6F地狱帽战斗机 无以轻易的在战斗中 因为受到攻击而漏油 严重损毁 甚至失去动力 所以能够大大的提升反航率 在二战中 经常会看到 发动机碎片各种飞舰 帽着黑烟的地狱帽战斗机 返回航母的情景 发动机通过驱动三页标准的 汉密尔盾融线甲提供动力 这些动力系统 能够造型的战斗机 拥有611千米秒时的最大速度 和12000米以上的爬升高度 而整体的机身又不是很重 所以F6F地狱帽战斗机 是一款发动机 受于功率充足的战斗机 要在飞行速度 高度和其他的方面 都比他的主要对手 零式战斗机要好 在飞行里盘旋性能等方面 是处于劣势的 所以在弹天战斗上低空作战中 零式被F6F追尾后 经常使用小半径金斤斗摆脱 或是直接反野F6F 不过F6F战斗机 在5000米以上的优势会好一点 因为在这个高度 零式战斗机的动作会变得坚硬 这个时候零式战斗机 就会成为F6F战斗机的火把子 在武器方面 F6F战斗机的机翼中 装用6艇备弹2400发的 1200级毫米口径的博览0M2机枪 在后续的百本周 还把机翼内断了 两顶1200级毫米口径的机枪 换成20毫米口径的机炮 除此之外 F6F地域猫战斗机 还在机腹下挂载一枚900千克的 轰炸炸弹 或是机翼下挂载6枚火箭弹 在战斗机的火力方面 是足够使用的 在晾场之后 于1943年1月 正式进入美国海军中服役 参加了太平洋战场上最大的空战 令大火成功 其强大的火力 坚固的装甲和超大马力的发动机 让它都像是猎人一般 出现在日本临时战区面前 对日本的战斗机疯狂的猎杀 这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的飞行员 常说他们暂时的恐惧与绝望的时候 都会提到这款地狱猫战斗机 而且 其靠谱的发动机设计 也能让它进入住猛烈的攻击 并且证着安全的飞回航母降落 也因此当时的飞行员称它是 呂坦克 而当时的飞行员 还有一个口罩蝉 称它是一种通过孔洞的空气 比通过飞机周围空气都多的一款飞机 在二战中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 在太平洋上所取得的15%的胜利 都是靠这款飞机的助攻 据统计 F6F战斗机 在空战中 以损失了270架的代价 攻击了5200架敌机 在面对主要的对手 日本临时战斗机的时候 其在损比为1比13 作为专门物料对抗日本临时战斗机 而设计了舰斗机 F6F地域猫战斗机 完成了它的使命 可谓是要战斗美国海军中 最佳的战机之一 好了 本期的武器大当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无信公号 武器大当堂获取 我们下期见